桃園歸山一名蔡信超商店員就在前天清晨 因为要劝导顾客 他是发现这顾客怎么会没有戴口罩 直接闯进这个超商里头 就跟他说你要记得戴口罩哦 没有想到就是这句话 没有想到让他被刺杀 而震惊社会之外 今天上午死者的遗体进行解剖 持续来看 假如神奇民众来到桃園兵衣馆 超商店员遭刺杀命案 时隔一天遗体进行解剖 死者父亲悲痛欲绝依旧难以承受 一手养大的儿子认证工作 如今连命都没了 而涉嫌痛下杀手 刺死超商店员的指标家 讲信嫌犯被移送时速度软脚 还向检警公称自己对案发记忆 狠片段直记得琐碎扭打 以及遭警包围记得最清楚 甚至指称感觉不到自己杀人 不知道怎么刺的 但他变成自己有精神就义记录 还一连串装实义的说法 让家属更起分 回到案发当时 超商店员惊悚悚痛负伤夺刀 但凶行根本杀红眼 原来21号清泉 将信嫌犯进入店内 没戴口罩遭死者劝导 6分钟后他二度回到店内 戴口罩购物 但早已心生不满 不到一个小时 再回到超商迟到犯案 民众在案发后 三分钟见状赶紧报案 警方同样三分钟到床 逮人和抢救 但店员人伤重身亡 被告所犯的话是杀人罪 相当理由认为被告有逃亡之余 认为被告有反复实施的状况 因此裁定羁押 只因被劝戴口罩 就将人活活杀死 将信嫌犯 横刺 超商店员造成死者 左胸伸重四刀 左手臂四刀 小伤四处 心臟更遭刺穿 凶险连杀八刀 恐怕不是几句 不清楚 不记得就能轻易脱罪 藉章被子咬力强 SNG小组采访不懂 发生这么夸张的命案 就在桃园的超商 桃园市场郑文灿 昨天在事发后八小时 才发文谴责 让桃园市民很不满 今天上午他接受访问时表示 各大超商的管理 应该要审慎考虑 夜班双人值班 并且跟警方连线 避免冲突 至于戴口罩劝导 超商都有监视系统 入口也有警语 指挥中心会再做考虑 最后表示说 不管如何确保每个店员 带着人生梦想来工作 都不应该遭受 像这样子的遭遇 我们也要更努力 保持着最沉痛的心情 来处理这件事情 不仅表达轻易之外 他也希望要全力 帮助家属 好 那么我们就有看到 就只是劝导对方 没有戴口罩 结果惹来杀身直火 真的好夸张 其实至今已经累积 好多起了 而桃园在昨天 又在发声超商的员工 因为劝阻民众 要戴口罩而丧命 对此指挥中心表示 他非常感谢超商店员 第一时间为防疫来贡献 他们也呼吁 未来就用广播的方式 来取代口头劝导 但是我们想问的是 这样全台湾 现在变成一个自扫门前雪 因为不少超商店员说 以后看到有人没戴口罩 干脆不要劝导算了 我们持续来听 针对最近的这一起 这个超商人员被刺杀案的部分 那指挥中心感谢超商级店家 第一线人员的防疫贡献 那我们呼吁 就是以自身安全为优先的考量 然后以告示 广播的方式来取代 口头劝导 那所以我们会建议 就是会利用下面两个方式 来降低这个员工发生 员工与这个客人之间 发生冲突的风险 那第一个就是在门口张贴 这个所谓戴口罩 陈入内的请 戴口罩的一个讯息 那第二个是 可以用录音广播的方式 来取代面对面的一个圈导 让网友们大炸锅的 还有这件事情 总统蔡英文在整件事情案发后 他曾经po了一篇新的文章 当大家以为他可能是想针对这件事情 社会安全网的漏洞 来去做说明的时候 没有想到他宣扬的 居然是六堆客家文化 并不是说不能宣扬 并不是说这篇文章不OK 而是当国人 这么现在发生这样子 这么夸张的命案的时候 你居然在宣扬你的客家文化 你居然在做一些政治的动作 让网友炸锅 跑到总蔡英文的脸书 骂他说到现在都还在玩政治 社会安全网说好的要补呢 难道是补假的吗 现在人民被刺死是活该吗 短短两个月发生至少三起 超商店员劝导戴口罩 被挖炎或攻击导致迷命 当21号超商店员被刺死 举国震惊时 蔡总统在脸书po的 却是纪念六堆客家文化 还高喊以身为客家人为荣 但看看超商店员 21号凌晨五点遇害 不见蔡总统关心 却是隔12小时开心打卡发文 我有大扎国狂轰 您看起来很快乐耶 超商店员被刺死了 你知道吗 您被换脸比店员被杀害更重要吗 整天狗有的没的公投案 超商案依据都不提 所以人民是活该吗 在党炮轰 蔡政府喊的社会安全网破洞百出 但民进党从上到下 只请全力搞公投斗争 明镇朱玄更痛批 社会安全网是拿去烤肉了吗 是总统没有看见 还是总统看不见 他的身边是不是团团为主 现在他只专心在意的是公投的事情 他只一直每天告诉大家 要四个不同意 蔡总统被偷换脸 他不断发文感叹 但国人无辜丧命 却没换到总统只字片语 总统心中除了反共投跟权力 到底还有没有百姓 记者林鑫线李医学员 SNG小组台北报道 先来感谢帮我们加油的好朋友 那我们现在人数有点少 希望帮我们充充人气 到我们的1600子频道来 好 那我来看到了 我们的网友上是廖家德 就说执政真的很无能 还有罗文贵说 这应该要判死刑了吧 陈崇契说 真的是网红治国的总统 另外还有哪些 李家荣说 没事啦 因为总统支持费死 然后另外是凯德里斯 说塔律班都没有在管人民的 真的是权力比较重要 同理心说政治骗子 还有哪些留言呢 我来看看 我看到的是 这个星球八喵说 真的是怎么会有 这么夸张的鬼总统 然后另外是浮云自在 说这样的政府 大家看见了吗 我们就要来看看 我们现在的执政党 到底在做什么 这个超商店员之死 让人再度检视 我们的社会安全网的漏洞 到底补好了没有 当时大家还记得吗 在这个屏东挖眼案的时候 总统蔡英文就已经说 要把这个社会安全网给补起来 在过去发生各种 治安事件的时候 他也曾经跳出来说 我们的这个安全网要补起来 但是过了这么久 这么多年了 补去哪里了 我们现在就要来回顾一下 2015年 总统蔡英文在竞选时的影片 他当时提到 五大社会安定计划 如今兑现了多少 我们持续来看 你有多久 没有对未来感到期待 期待一个能害深爱的他 一起生活的家 餐桌上 没有不该有的恐惧 你的宝贝安心吃着 健康长大 需要另一双手的时候 你知道他会拉住你 用力呵护你 不用感到害怕 任何时候 你都能这样自在 辛苦了大半辈子 你们可以放慢脚步 没有后骨之忧地走下去 这是我对未来的承诺 我是蔡英文 请和我一起 让未来值得期待 未来值得期待 那么这么多年过去了 您还期待些什么呢 我们刚刚有看到 餐桌上 不会再有恐惧的食物 社会安全网 治安的计划 说会补起来 可以无忧无虑的 可以自由自在的 大家 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你们看完这个影片 觉得说拍得很好 但是呢 然后呢 就没有然后了 我们看完总统蔡英文 在过去的五大安定计划 你们觉得兑现了多少呢 先来留言给我们 稍后我们来面留言 看完刚才过去的竞选影片 您心里应该有很多话想说吧 在这治安的维护上 文宣上有提到说 任何时候都不用感到害怕 可以自在的 对比现在 以及半年来 大家比如说光是劝个口罩 就发生了五起超商攻击事件 就连名字都痛批 承诺都调票 蔡总统曾经有讲 我们社会的防护网 他20152016要选的时候 他说每一个人都要安心的 我这两天看到影片 真的百感交集 大家上网去看 蔡总统2015年 准备要选总统第一任 五年前 他拍了一个影片 说年轻的夫妻 可以有居住争议 你可以安心住个家 餐桌上面 不会有任何 不应该出现的东西 然后社会防护网 有没有 蔡总统那个MV 我等一下把它贴下给大家看 结果现在已经过五年 好像每一个都没做到 每一个都没有 全部跳票了 所有东西社会安全网 大家每个人 只要出问题 都会有另外一张手 把你捞住 然后你在路上的时候 你没有任何的恐惧 你老了以后 你老有手痒 然后你的食安 你的生活 你的房子 你的薪水 都很好 五大社会安全网的保证 现在是 现在哪一个做到 除了美国对台湾真的非常好 但是不知道是好几点 会不会哪一天翻臉 大家不知道以外 这我们就是论事 美国等于是跟蔡总统绑在一起 什么都给他之外 我们就是论事 我知道现在还是有很多人支持蔡总统 那个可能四成五成还是很多 可是当时蔡总统说要做到 现在不是五个月就来检视他 有人说有人在高雄做五百天 就要一辈子为高雄负责 我现在讲的是五年了 蔡总统已经连任了 他连任之后 你再回头检视 他原本要告诉你的生活状况 现在到底有没有达到 我是觉得没有 我不知道现在看我们节目的网友 有什么有人觉得 有我哪一段有了 好我们继续来看到桃园归山 昨天传出有超商店员 因为劝导一位顾客要他戴口罩 结果被活活给持刀刺死 事发的超商店员 今天已经不再劝导了 导致说现在你只要进来这边 其实超商店员也不太敢 在跟你说什么话 而现在桃园市卫生局也表示说 只要超商在入口张贴或使用大声 攻广播就可以了 也是符合规范 如果对方还是执意不戴 那么可以直接举发或直接报警 店员不必在当面劝导避免正面发生冲突 针对上这样子的刺杀事件 曾经访问过嫌犯大新闻 大包挂制作人就独家还原说 这一名指雕师 他认为这个嫌犯心思很缜密 谈吐也很正常 他也透露说他有一些为人 不得一些小秘密 我们持续来看 在我们在访问他的时候 其实他有特别讲 就是他是个很理性的人 因为他高中的时候是在新加坡就学 所以他在那边学到了 非常的理性的管理 所以他认为说人的思考一定要是理性 然后因为他后来回台湾之后 是从事殡葬相关的行业 所以他看淡了很多的 你知道生死什么的 生死离别之类的 我那时候在跟他访谈的时候 他也跟我讲就是说 他觉得生命这件事情 本身就是需要经过思考的 他有跟我聊到就是说 他们家族的南方都活不过60岁 所以他在手上会随时记一个数字 他是每天用笔会画那个数字 重新写一次数字 在记录他说他到60岁 还要几年可以活 就是他可能随时都觉得 他可能在等到60岁的时候 迎向死亡 因为他的父亲癌症也不到60 他的家里的所有的 爸爸那边的长辈 全部都是60岁以前就过世了 所以他就在想说 他可能可以活到50几 40几 所以他每天在记录说 他还能够再多活一天 所以其实他是个非常理智 这么理智的人 当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其实非常震惊 就是说这么理智的人 他怎么会做出这样子的事情 现在当然我没有办法判断 就是因为我那时候跟他接触 他其实谈吐各方面都蛮正常的 就是也不会有很奇怪的 就是对宗教或对什么 都没有那么奇怪的那种感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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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